这里是Darnspot的景点 它是靠近这个秦仁桥 这秦仁桥是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有了 当时是用木材做的 是让那个遗传靠岸 现在它已经 因为政府已经建了那个避风港 然后秦仁桥都扒在里面了 所以现在这个就改为旅游景点了 师兄 现在你现在呢 现在回环保站了 开始的时候我去做荷宝的时候 还是觉得说放不下身段 因为我是个做生意人 我现在来捡垃圾 就觉得说很委屈自己 第一次做了环保之后呢 我是觉得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 跟我的身份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在做爱护地球的一种工作来的 是人人都应该要来承担这个工作的 因为垃圾也是我们制造的 这个大树下呢 是我们最初磁机环保点 开始就在这里 当时呢就是非常的刻难 晒太阳 同时呢如果是下雨呢 也会会需要淋雨的 我们这里有特别分类出来的 这些酱油瓶子 是我们这里一些商家 他们有制作酸干几脂水 他们都会来请购这些瓶子 这是石油桶 是我们这里的做木薯片 香蕉片的食物加工厂 他们是做非常大的 外销全马的 一个月大概是用了百多桶 然后我们呢 主要是给 卖给一些人家有源口的 他们拿去钻水 去喷那个荣药的 在我小的时候 天气都是很凉爽的 可是长大了之后 就觉得说天气越来越热 所以环保是很 真的是很急需要的